家里剩的馒头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来教大家一个三分钟可以快速解决它的美味方法 馒头有蒸过的或者是直接从冷冻库拿出来的都可以把它切片之后 我们把它放到锅上去不加油的把它烘烤一下 我们用铸铁锅它的蓄热会非常的快 然后再煎馒头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快速 稍微的让它热锅一下就好了 然后把馒头放进去 其实不需要到加油 经过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稍微的翻起来看一下 它的一面会这样呈现金黄色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翻面 我们只需要翻一次就好了 你会看到它会有一点焦焦脆脆的 这样子就是非常好的状态 它非常适合 胃不好的人 然后特别是那种脾胃比较虚弱吸收能力不好的小朋友 然后他也会特别的喜欢吃这样 它的表面会香香脆脆的 然后但是里面呢又是比较湿润的馒头的状态 因为翻面之后锅其实是非常热的状态 所以翻面之后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就把它 装盘 它会非常的 漂亮又美味 然后放一点水果 如果你当做早餐的话 有没有非常的快速 如果你再煎个蛋就是完美的早餐了 就放身子 Им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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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